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星 我们最近呢给pixelsworld加了识别shader toy上面的代码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现在选这个模式 然后呢去这个shader toy上 找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效果 比如说这个效果吧 它是一个海洋 我可以四处看一下 它是一个海洋 现在我们把右边的这些代码全部输过来 然后稍微等几秒 那么这个海洋呢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屏幕上 可以说非常方便 pixelsworld它默认的这个鼠标的位置呢 设成我们的这个point1 比如说我们移动这个point1的时候呢 这个场景是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的 它就相当于我们鼠标的位置 我们鼠标在这个屏幕中的位置 我们把它还原 其他的效果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炸开的一个立方体 它是一个盒子 然后突然它就炸开了 这样的一个动画呢 也能直接的一键的导入到我们的pixelsworld中 你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来这里点这个edit 把它们全部替换过来 然后点ok 它就会出现在我们的屏幕中 非常的方便 我们来渲染一下看一下 因为我现在开的这个debug模式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渲染会非常的卡顿 所以我把这个尺寸调小了 大家实际拿到这个成品的时候呢 其实它渲染速度是非常快的 我们来继续看这个场景的分辨率给调回来 调成负 下一个呢是这个云彩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效果的一个云彩 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粘贴点ok 它就会出现在我们的场景中 非常的炫酷 还有呢就是一个二维图形 有光影效果的这样的一个二维图形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看一下 嗯 那么这个效果的话 大家会发现所有的场景都集中到我们的画面的左下角 这个是因为原作者在做他的时候呢 是以这个 原来的这个500乘以281尺寸为基准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 所以说呢 因为我们的场景是1280乘720的 他没有用这个UV信息 他用的是XY信息 所以说呢 所有的东西都会记在左下角 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呢 是一个激光效果 把它复制下来 把全屑 复制 然后捏贴过来 这样的一个迷人的激光效果呢 就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场景中了 非常的炫酷 好今天的演示视频呢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